人生就是在风雨中奸诚 学佛就是在挫折中精进 心宽的人能够包容一切 慈悲的人能够放下一切 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曾经讲过 无求般若心自在 当一个人智慧充裕的时候 他的心就会如如不动 事事无求 用白话佛法讲 就是当你满脑子都是方法和智慧的时候 你根本不会对自己失去的利益斤斤计较 因为你的无求 你的心里才会充满智慧 你的心才能大自在 师父还说 就如如一个手 手掌可以做任何事情 手背就做不了什么事情 手掌就是你的智慧 而当你没有智慧时 就犹如用手背在做事一样 不能让智慧在你心中得到自在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博客上有什么最新的精彩感言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道 师兄们好 我想分享一下 我和先生去年十月份 在一次交通事故中 幸免于难的灵验事例 去年十月的一个星期五 风和日历 我和先生忙完手头的工作 去超市买菜 在我们回来的路上 路过一个街口时 我们看到那里的停车牌旁边停着一辆车 就在我们快要路过那辆车时 那辆车突然启动 加速 直接向我们的车冲过来 撞到了我们的车头右前方 把车从马路右边撞到了马路左边 方向盘已经失灵 车子一直往左滑动 车子的左前方又撞上了一棵大树 可以想象车子完全报废了 我当时吓坏了 因为事情发生得太突然 我当时在车里念经 我马上想到了观世音菩萨 我就喊 观世音菩萨救我 有人给警察打了电话 警察来了 车门都被撞得打不开 车开始冒烟 有人打开车门 我们出来了 我的胸很痛 到医院去检查了 没有什么问题 车报废了 但我和先生人好好的 如果不是菩萨妈妈保佑我们 后果不堪设想 连先生都说 感恩观世音菩萨 我一定要好好学佛 一门精进 永不退转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师兄们 感恩同修的分享 接下来这位同修说到 在问答节目当中 师父说 你们别小看 对不起 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 你说出来之后 会化解很多灾难 同修说 今天我要分享的 就是师父这句开示 让我轻松化解 和老板之间的冤解的事 2020年底 周末 我在公司借用场地干私活 被老板当场看到了 老板很生气 我当时认为没什么 老板决定辞退我 正好我也想换个工作 那天跟老板在电话里聊得很不愉快 我知道这是我跟老板的冤解 之前公司离职的人都被老板扣了很多钱 我不想跟他们一样 于是我烧送了几张化解冤解的小房子 化解和老板之间的冤解 可是感觉还不够 可是当时临近年底 需要小房子的地方很多 每天又要上班 又要念经 任务很重 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 专门化解和老板的冤解 我一时很苦恼 那天我无意中看到师父的这句开示 一个念头一闪而过 于是我专门找了个时间 跟老板道歉 说我有很多做得不对的地方 跟老板聊了很久 老板笑呵呵地说没事 后来我做到月底离职的时候 老板当天就把工资全部结清给我了 一分钱都没扣我的 感恩拿摩观世音谱在慈悲 感恩恩师慈父 这件小事我真的很感慨 以前就知道拼命念经 念小房子 忽略了对佛法佛理的理解和实践运用 师父有时候一句话 一段开示 你只要理解了 便运用了 真的能消除你很多业障和劫难 这件小事让我感悟很多 感恩拿摩大自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 菩萨摩合萨 感恩十方三十一切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恩师慈父 哇 真的是太殊胜了 下面这位同修分享到 佛菩萨的慈悲宏愿 让众生感受到强大的救度力 增加你一定能够离苦得乐的信心 誓愿 坚定了此生不怕困难磨难 必定永离轮回的坚强信念 正是因为学佛的法喜 从来三分钟热度的弟子 坚持修行了多年 每天都在感恩中 每日都在法喜中 哪怕生活中碰到困难 也相信一切都是暂时的 再大的苦难都是增上缘 再艰难都会有菩萨保佑 一定能够逢凶化吉 离苦得乐 一世修成 非常感恩师父的佛言佛语 让我能够远离颠倒梦想 或迷开悟 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这位佛友还说 每日阅读师父的佛言佛语 让我在生活中能够自我反省 关照自己内心的意念和想法 提醒自己必须勤修界定慧 要改正自己身上的劣根性 和无名习气 好好地学佛 修心修行 要有一个学佛人的样子 师父的佛言佛语 让我理解 学佛修心 要用智慧去领悟 然后脚踏实地地去实践 自度度人 弘法立生 的确是知意行难 我会好好努力 用一辈子去实践 感恩师父慈悲教诲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为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笑话吧 有一个朋友买了眼药水 回家点了两滴 闭上眼睛 转了转眼珠 再睁开眼睛的时候 突然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到了 我的天哪 我买了什么眼药水呀 点了两滴 居然全部下掉了 他顿时从椅子上跳起来 摔倒 桌子也踢翻了 嚎啕大哭啊 这时候他老婆在一旁骂道 越来越神经了 停个店 把你吓成这样 学佛人要明白 我们人对事物的理解 不是全面的 一个人有毛病 不代表他浑身都是毛病 一个人有优点 不代表他一生全是优点 懂得不时帮助别人 解除心中的恐惧 我们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 你就会拥有快乐和满足 一个人不去贪别人的 会远离痛苦 所以坚持行善积德 增长智慧 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性 你才会变得心无挂碍 无挂碍 故啊 感恩师父 我们要懂得不失 帮助别人 你就会拥有快乐和满足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